物价越来越高 荷包越来越薄 有网友忍不住发文感叹 询问大家 有没有在这23年来都没有涨过价的东西啊 结果有人就点出说真的有 像是部分的铝箔包装的饮料 二十几年来均一价十块钱 还有台铁的票 28年来也都没有涨过价 那么不涨价的小确幸还有哪一些 一起来看看 只要十块钱 就能试试手气 假娃娃机二十多年来价格都没涨 万物其涨的时代下 许多人找小确幸 就有网友询问 23年来都没涨价的东西有哪些 有网友点出假娃娃机 和部分铝箔包装的饮料 甜滋滋的味道令人幸福满满 部分铝箔包装的饮料 二十几年来都没有涨价过 另外还有通勤族最有感的台铁票价 实际询问 台铁局表示 从民国把四年九月调整票价后 二十八年来都是同价格 不变的还有台税 从民国八十三年七月一号 四四到现在二十九年都没有调整 这样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 因为它调整会考虑到 因为就是民众的一些生活负担 而水价调整呢 大家都必须透过水价调整机制啊 还有社会有高度的共识 二十九年来均一价 就怕调整会冲击民生需求 台水表示目前都没有调整规划 物价逐年攀升 不少民生用品的价格跟着水涨船高 有民众直呼 原来除了薪水之外 还有不少东西都没有调整过价格 接下来超战于另一台北报道 hurting